根据县府卫生局资料显示 全县共有27个失智社区服务聚店 中兴新村则是由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 接受草藤疗养院失智共照中兴辅导成立 基金会执行长张维华县议员表示 为照顾中兴新村高龄长辈 借由聚店提供完善的服务 及延缓失能失智课程 我们知道我们中兴新村这些长辈们 他们平常都是用走路的 所以就近的这些的据点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中兴新村现在目前 没有一个所谓的关怀据点 就是我们现在仅有的这个关怀据点 由我们这个基金会来承担 那也希望我们来继续来努力 来办这个据点 我们请来的老师都特别专业 也特别优秀 希望能够照顾好我们这些长辈们 希望他们能更加来利用 我们这个失智的据点 社区据点里有十多位长辈参加 每天课程内容丰富 又可以认识许多朋友 长辈张文表示 自己虽然没有失智 但来这里可以活动身心灵 可以延缓失智 在家里我一个人忽视乱想 简直要发疯了 简直 所以我到这里的大家 每天唱唱歌 下午又聚乐一下 上午又随便在这里弄弄 这个事件就很容易打发了 脑筋不会忽视乱想了 虽然没有完全实质 但是我预防实质 一位阿嬷也说 她很喜欢来这处据点 感觉身心比以前开朗很多 非常快乐 来这里大家嘻嘻哈哈的 不但心上 都可以逗到很大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来这里以后 我心里开朗很多 很喜欢来这里 由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成立的 中心新村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服务许多老长辈 透过游戏与互动课程 强化身心灵更加健康 也让家庭照顾着 获得喘息的机会 长辈们也获得更丰富多元的生活品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